我们现在就欢迎超级女常人杨晓妮 不在月色中 这叶的花儿也飘落纷纷 陪伴着柠檬月色蜜蜜朦 多亲爱你匆匆 轻轻耳边嗦 我俩遥遥荡荡 散步在你梦一半月色中 青山你好 好久不见 戴维你好 梁姐您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谢谢 你从出道到现在 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我十六岁 因为那个时候我到台北工作 因为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 我住在彰化 那我妈妈生了很多孩子 总共生了13个 那我是排第五 我上面有四个哥哥 所以我在里是老大 女儿是老大 所以我就要帮忙家里 所以我十六岁 到台北找工作 那就参加了 那个时候在空军有一个 有一个蓝天医工队 蓝天医工队 蓝天医工队 对我就考进去 然后我妈妈原本是觉得蛮奇怪的 为什么要跟那么多阿兵哥住在一起 可是我 我觉得我在里面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因为他们非常严格 训练非常的严格 对有请那个声乐家以前叫李中和 他们教我们唱歌 然后还有黛玉妹啦 陈淑芬都来教我们舞蹈 还有李英这个化妆的老师也教我们化妆 所以我觉得这个团队他们非常的用心 我可以学到东西 所以我就参加了 不过也是因为在蓝天医工队 也奠定了您很多将来的演艺的基础 对 后来好像自己还有组这个舞蹈团 对 艺工队之后呢 统一饭店要召考这个舞蹈 舞蹈团 那那个时候我就找了几个好友 那我们就进去了统一饭店 那表演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在香槟亭表演 那有一些电视台的制作人 他们去看 那觉得我们舞蹈还不错 还不错 所以他们请我们到群兄弟里面去表演 后来申之姐她看我说 你也能唱嘛 那你也来唱唱看 其实我那个时候是 乱唱了 不会啦 后来又有家唱片公司 叫东森的唱片公司廖老板 她也去统一饭店看我表演 然后看我又唱又跳的 虽然不是唱得很好 但是胆子蛮大了 所以她说你要不要录唱片 我说好啊 那录什么歌 因为我真的是就是从这个很多收音机里面 唱片里面去学的歌曲 那她就帮我找了几首都是翻译的歌曲 一录好像还不错 因为第一张那个冠大拉美娜就卖钱了 卖钱就有下一张嘛 对不对 又这样一张一张这样的录下来 那后来又录了 下你蒙了四个愿望 很多很多 不过好像也就是因为到了《梦醒不了情》 还有《简与萌萌萌》 到了这个时期才奠定了您所谓就是 我觉得到目前 自己的风格 对 左红圆就是谷乐 对 他就帮我写了一首《梦醒不了情》 那个卓老师她说是从这个昆曲方面 这样子改编过来 真的喔 有点戏曲的那个味道 对…所以她说我来唱会蛮适合的 所以就这样从《梦醒不了情》开始 我才有我自己真的是自己的 国内的创作 创作歌曲给我唱 那《梦醒不了情》 然后《今夜雨萌萌》 然后还有《后悔爱上你》 对… 不过好像其中有一位是您 你觉得是特别要感谢的一位老师 好像是… 是黄敏老师喔 《对女怀念》特别多 还有《睡心恋》 都是她写的喔 还有《酒醉的Tango》 Tango节奏的歌她最拿手 黄敏老师 我们刚刚聊到的杨小平 杨姐您的歌啊 还有您的当初的舞蹈团 其实您还会演戏 很多才华的 而且拍过电影喔 对啊 拍过电影 拍电影是拍了乱七八糟 你刚刚提到那个《睡心恋》啊 我记得好像 这是你以前演过的一部连续剧 对不对 对 那个时候很好玩喔 那个余天是演我的儿子 余天演你的儿子啊 真的啊 因为我从年轻演到老嘛 我从那个十八岁 一直演到四五十岁 所以余天是后半段 他演我的儿子 后来还有那个魏少鹏演我的先生 然后蔡阳明知道吗 蔡阳明她说演我的男朋友 现在很有名的导演 所以电影里面就有一个主题曲 对对对 《睡心乱》 也是您演唱的 对 这个是闽南语版的 台语版 先是台语的喔 后来我也有改编成国语的 国语 这样子 那今天就要把这个 国语版跟台语版 两个合在一起 唱给大家听好不好 来掌声欢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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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文庄 来 为 来 他去不來救青珍 無憾他擦前就問答 變身沙漆愛美人 無聊錯亂的美夢 萬壇就驚百苦啊 早已知道你沒良心 偏要愛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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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是真相信你 深深沉醉不懷疑 如今剩下我寂寞的心 情緒不美到天明 春春相思為了你 黯然身上淚影 你 謝謝 謝謝各位 其實我最佩服 楊小平 楊姐的一點就是說 其實放眼歌台好像 沒有一個人能夠 上這個楊小平 楊姐 唱這個鼻腔共鳴 能夠那麼的渾厚 因為一般鼻腔共鳴 可能都比較緊 比較細 像有點像這樣子 可是楊小平 楊姐 她的鼻腔共鳴 妳看出來的聲音是很渾厚的 楊姐 妳們的這個特色 好像有一陣子那首 酒醉的Tango 楊姐 我知道當年 這位作曲家寫了這首歌之後 他一看那個旋律 然後一看那個味道 一想 非楊小平莫屬 硬把楊小平從美國請回來 楊姐 楊小平 楊小平 對 他打電話給我 這是黃老師還有張中榮老師 李鍾銘 他們認為說這首歌 我比較適合 所以打電話到美國去 那就說 我有沒興趣來唱這首歌 他就在電話那邊 那我在美國那邊 在電話裡面就唱給我聽 我說這首歌不錯耶 他說那你有沒有空回來 我說那我明天就回來 但是他已經在退出 歌難這麼多年之後 好歌的吸引力是很大的 不容易找到一首好歌 對 然後那時候 回來演唱這首 然後又紅頭半邊天 沒有啦 真的 那首歌好紅 然後我記得那個時候的 我還在Piano Bar演唱 我常常去跑各個地方 我也會 我常常聽 你也會 可是你會像楊姐那樣子唱嗎 當然會 我唱那個旋律我是會啦 你要我模仿楊小平的話 因為我沒有他那個 怎麼講 沒有他那種共鳴的那種特點 我是唱 而且我發覺這首歌 一定要把它放在鼻腔唱 酒醉的Tango 酒醉的Tango 不行不行 我唱的沒有楊姐 我們還是來聽聽這個楊小平 自己來唱好不好 酒醉的Tango 好久沒有聽到了 這個歌呢 非你唱不可 好啊 好啊 好不好 來 我們掌聲歡迎 酒醉的Tango 楊小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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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沒有聽到你的聲音 因為我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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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寂寞 有誰來安慰我 有誰來安慰我 自從你離開我 那寂寞就伴著我 如果沒有你日子怎麼過 往日的救我 就像你的救我 救我裡有你也有我 酒醉的糖果 酒醉的糖果 告訴他 不要忘記我 啊 酒醉的糖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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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自己呢 您自己目前的生活啊 我很好 因為我有兩個孩子 一個在美國 那還有一個在台灣 美國學校 他們都書都讀得非常好 我在美國那個小孩 他是美國天才班的 所以很棒 那台灣這個小孩也是 在全班男生都是拿第一名 那有一次我跟他講說 為什麼每次全班男生第一名 那表示還有女生啊 那這樣排下來也是第幾名 有時候第二名有第三名 我說那你為什麼不拼一拼 他說不行 前面那個是東方不敗 功課都好得不得了 打不敗的 他很幽默啊 其實我們在之前也介紹過 還有楊小平 楊姐 小平姐您的事業啊 現在好像這不但台灣發展 好像國外也有這樣子 這事業發展就相當的好 楊小姐的事業是不得了的 沒有 鑽石級的喔 鑽石級嗎 鑽石級 這樣找 我現在目前從事一個美容化妝品 還有這個健康食品 它是一個直銷的事業 那這個事業讓我能夠找到 我的第二村在事業方面 我真的非常開心 因為我能夠讓很多朋友漂亮 還有讓很多朋友健康 所以真的很難得喔 這個在自己的這個 創造的事業的第二村 又找到另外一個天空 而且有這樣子的一個 很開放的一個想法 真的很難得 而且很有成就 對 最重要是很有成就 不過我們剛剛其實聊了這麼多 我們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這首歌 就是您當初冠的第一張唱片 冠打了麵 而且這首歌 我們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可是這首歌 我不知道現場朋友知不知道 這首歌的中文歌詞是我們 小萍姐自己填的 您能不能跟我們大家說一說 其實我跟你講 我是亂七八糟寫的 因為那個 那個時候唱很多翻譯歌 每一首翻譯歌 都有老師來填詞 那個時候好像是有五百一千 已經很大了 那個時候錢很大 對 所以我們老闆說 這個灌打了麵 這個很簡單 你要不要試試看 填一點詞 我們幫我們公司省一點 我說好啊 那我就來試試看 所以我就 我就填了詞 那個老闆說可以 那我就錄了這樣子 那沒有想到這首歌就 滿好的 很多人喜歡 一直紅到現在 我們現在所演唱的中文版本呢 就是我們這個楊小平楊姐 親自填詞的 對 那我想接下來現在是不是 就為大家介紹這首 關打了麵拉 好啊 我們來唱這首 關打了麵拉 那我們 我跟青菜大哥要 我們來一起來唱 來 我們來回應一下 關打了麵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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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關打了麵拉 關打了麵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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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的關打了麵拉 愛的關打了麵拉 可記得去年的春天 我回到可愛的家園 可記得去年的春天 美麗喧花依舊嬌艷 也是我早早默默思念 思念著美麗的家園 思念著美麗的家園 關打了麵拉 關打了麵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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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真的很開心 邀請到小平姐來到節目當中 過我們聊了這麼多 從這個一出道到現在 然後自己現在又開創自己的事業 第二春 真的我們也非常聽您高興 先感謝戴瑋還有青山 給我這個機會 能夠在這裡看到這麼多好朋友 還有這麼多很久不見的朋友 真的很開心 我這麼多年來 一直受到很多朋友的支持和愛護 我一直都沒有機會 向你們表達些什麼 今天在這裡 借一點時間 向各位說一聲謝謝 同時也祝福您身體健康 非常完之如意 謝謝 今天也非常謝謝小平姐 來到節目當中 謝謝 謝謝 稍待一會兒繼續收看 我們的靳歌金曲50年